凸子准备已经表面已经炒到金黄色 用陶国小火慢炒 15分钟就亲自体验从浅烘焙到深烘焙的过程 第一棒是中陪 亲自炒咖啡还要学研磨 冲泡 咖啡要好喝 每一个步骤都有学问 基隆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争取劳动部5050壮世代就业网络合作计划 鼓励壮世代回到职场 我们政府希望鼓励我们中高龄再出来再就业 退休之后最好再有一些真能的一个技艺 那我们怎么样去斜杠 或者是说再就业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能力 5050银心大挑战 拥有工作能力 强化壮世代就业服务的量能 真能奉献 越老越精彩 那我发觉我们的这些学员呢 真的是都非常认真 我相信这六次的课程之后呢 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斜杠去做他们喜欢做的这个 真能的课程 不只就业还能创业 冲泡的过程可有技巧 我们用闷蒸的水量 老师大概会注入40cc的热水 水温是大概92度 大概充足的时候就1比16 所以20公克的粉我们大概充足到320 学员们遵循规则 一步步来收获满 我觉得闷蒸的时间很重要 就抓准那个时间点大概在15秒左右 然后再来就是注水的部分要稳定 用一个no字型 那不要忽短忽长或者是水慢 不要要稳定 那泡出来的咖啡呢 跟平常的咖啡还没学之前 我觉得那个韵味是不一样 而且花香果酸味全部都呈现在里面 我觉得很不错 把咖啡的这个冲泡跟实战 还有一些可能将来可以应用在职场上 或者是在要开店 各方面的经营上面都可以有所结合 这一项计划为中高龄人士提供了重返职场的机会外 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现了老当义壮的积极人生态度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维带来到面